今天下午由台灣女董事協會 他們主辦的論壇 藍綠白三組總統參選人都來出席 不過三個人是同場不同臺 不過讓大家比較矚目的是 柯文哲他傳說中女副手人選周開蓮 他也是在現場 只是被問到是不是要跟柯文哲搭檔的時候 周開蓮是一直在否認 來看一下現場最近情況 我有覺得說我們任何一位候選人 只要他真心為這個國家好 身邊的人都很樂意幫忙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希望我們的候選人對產業 對女性議題 對社會的各階層 在政治在教育在國防各方面 都能夠了解這個實際的需要 我就對任何一個候選人 我們今天作為一般的市民 真的就很希望能夠 盡一點點小小的力量 不管是跟哪一位 新副少數就在這邊 不好意思 可以看到的是周開蓮他說呢 只要是能給予一些建議或協助的話 他會盡量幫忙 當然如果賴清德或是侯友宜這邊 有需要他的建議的話 他也都會提供 只是現在呢 比較特別的是在柯文哲來的時候 周開蓮他也是特別出來 來迎接柯文哲 不過他是站在旁邊看喔 看起來是刻意的要保持一下距離 不過今天柯文哲還有侯友 甚至是這個賴副總統 他們被問到是不是要找這個女性 來作為搭檔的時候 是都沒有回應 以上是想盡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DV